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看的人就是任性 男的女的都能COS 我只能COS出 是吗 你暗示我是吗 不像你要COS那种戴头盔的英雄 莫子 莫子挺好的 莫子可以 我觉得可以 而且我们看啊 现在比如说是两局致厚于对手的Hero Jojin 他们的所有队员表情 看上去稍微是有那么一些些的严肃 没有稍微了 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点凝重的 因为再来到了这边XQ的赛点局 只能去想办法驳回一局 如果再输一局就会被赛比林带走了 但是Hero Jojin今天如果赢了 或者说让二聚三成功了 那他们就会来到西部第一的位置 这是多大的一个士气的鼓舞啊 其实这场比赛对于他们来说 他们也想拿下比赛的 两支队伍今天Hero Jojin 拿下比赛的胜利 可以追到西部第一 但是XQ赢了的话 他们是可以追平EDGEM的六积分 虽然近积分呢会没有EDGEM高 但是东部现在抢分形式也非常非常的严峻 他们能拿到积分吗 很关键 第六周最后一天了 我算数不太好 因为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种算数的问题 慢慢来嘛 很酷啊 后裔 大家先吐槽一下 我觉得这个装扮还是不错的 什么 装扮还不错 你为什么要吐槽它 你有看过这部韩剧吗 什么韩剧啊 你不知道是吧 GG还是太天生了 我好像看过 平凡于忙忙自己的一个王者事业 没有时间兼顾于其他的业余 不是 你是王者峡谷里面不好看吗 要开韩剧 说到王者峡谷了 最近我们很有圈疯狂刷屏 就是荣耀的那个四周年 对 而且今天非常巧 我差点发一个微博 我是2016年10月20号 就是今天 今天是我的三周年 王者 你呢 你三年了还是这么猜 没办法呀 怎么办呢 有些东西天赋并比更重要 我是16年10月22号玩的王者 其实你玩的也算比较晚的 对啊 对啊 我就是从17年开始打职业嘛 然后打了一年进到KPL 然后又打了一年退役了 我估计在几十年又不见了 也不见了 那回去哪里呢 不知道 你的下一站是哪里 难受啊 但是你别说啊 三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当我当时在宿舍里面 第一次接触到王者峡谷的时候 感觉是非常新鲜的 但是到了现在 其实我觉得王者也是我坚持最久的一个游戏了 因为我毕竟我是一个双子座 双子座 来了来了来了 不是 双子座它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三分钟热度 你这个我跟你说 在线双子座各种观众表示不服 给我们双子座观众道歉 我觉得他们会说嗯很对 有道理 你这个超文案了 我今天看到李久发微博了 对吧 我这个性格的人 我其实评论了 我下面评论 王者峡谷可能是我坚持最久的事情 不说那么多 再次恭喜也祝我们王者峡谷要生日快乐 四周年四岁了 是 我觉得你们多给这个钟晏多多票吧 很漂亮 很漂亮 每天都在感叹 感叹什么 而且我觉得你知道吗 感觉身材比你还好吗 那必须 有很多比我优秀的人呢 每一个都比我优秀 太多了 对 现在选手 而且我觉得选手你看 现在他们的表情 X就这里赛点局 但是要绷住 对吧 就是要冷静一下 要冷静 来到自己的赛点局 但是没有拿下比赛 被让二追三 赛场上面我们见到也很多 太多了 对于黑伙来说也不要气馁 他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放下前两局 我们从第三局开始好好去拼 好好去打 其实我觉得XU这个赛季经历的一些 对于他们自己心态的考验的比赛还挺多的 先不说他们还挺常打满BO5的 是 上次BO5最后一局刚注了 赢的是QG Happy 但是他们这个赛季这五个人经历了第一场BO5呢 对战AG超完会 那一波 他们打QG还被赢了吗那局 是 我记错了吗 赢了呀 XU赢了呀 XQ XQ赢了 我以为你说的是Hero 仔细听我说话 不好意思 刚才沉迷在那个中文艺身上 还在沉迷Cosplay的身上是吧 对 现在看到你的脸已经想起来是谁了 你什么时候看得进去啊 从来没有看得进去过 是 看上双方第三局比赛 刚刚也说了铺垫的比较多 XQ的一个赛点局 那么在 我说句实话 我觉得今天Hero走进了两场阵容 都不是特别占优势 有点明显的被XQ这边Counter了 是这样的 第一局我没有看明白 杨简 是因为 我跟你讲天远 有的时候在训练赛 有些英雄很强 但是拿到赛兰上面 打不出来的时候 会给教练产生那种错觉 对 这不是教练的问题 是这个英雄在训练赛太OB了 拿到之后没输过呀 对 我一抢 就厉害 但我赢不了 这就是训练赛的战绩 跟真正场上的战绩 他们会有产生很大的篇幅的差别 因为有些英雄强 他只是可能出现在 是对到某些英雄 我们知道杨简 其实现在上场的原因是因为 他在边陆去打到马超 嗯 很有优势 或者是要的时候 他非常强 但是好像就打这两个比较有优势了 其次就是放在蓝力野了 所以 而且又是在第一局啊 刚刚第一局就拿杨简 也有可能是为了省一手英雄 看他们这一局的拿吧 第一局就省英雄嘛 这也太扣了 省一手英雄 省一手英雄 那看一下 我觉得这一局真的 嗯 看一下Q就你这边 先是一般搬掉了蓝力王 XQ是搬掉了孙掌枪 既然双方都想打射手 为什么关羽这个英雄迟迟没有出来 也许今天这一场要上场了 是的 来看到 Hero有镜的二班是空班了 空班 是 蓝色方空班 说不定有套路呢 蓝色方空班 但是强调一下蓝色方空班的意思是在于 红色方这边可以拿两个 比较优先级高的英雄 强两个 强两个 自己想拿什么呢 是有 空班有两种情况 一要么就是故意的 我不给你东西 二就是 要么就是说了英雄 有的时候没反应上 没按上 手速稍微差一点点是吧 我觉得蓝色方应该 应该有可能是 他讨论的太激烈了 没有能够搬出来 哎 问题不大了 我们来看啊 五战五胜的那可露露绑铺 请求出战 来了 那可露露加上老夫子 其实对于马超的限制非常的大 没错 但是马超限制 那刘邦呢 考不考虑一手 刘邦要不要拿 反康特一下 刘邦组合 昨天比赛里面 刘邦组合拿出来的时候 那可露露 GK使用那可露露是没有举下比赛胜利的 没错 中后期他对于马超的克制没有那么高了 没错 哦 这个很有意思 我在赛前刚刚查过 马超配刘邦的胜率有61.1% 但是周瑜加老虎 你猜猜看他的胜率有多少 低的有点离谱 我最近看的比赛都输了 应该不过50% 低的有点离谱 才36.8% 这也是我们刚才聊到的一个问题 训练赛错觉 拿到了之后训练赛没输过 到了比赛场上 一旦这个阵容 裴吉虎加周瑜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后期没伤害 后期伤害哪里找 找不到呀 对 就是这个阵容拿出来 这两个英雄 是不能忍受一点点前中期的经济 劣势的军事都不可以 对 有点风险比较高 因为一旦军事你会发现 对面活 首先你打不死人了 二就是你压制你没打出来 这套体系也是被称之为压制体系 周瑜加上老虎 前期的入侵能力 包括压制力 一定要打出效果 打出效果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另外一种天地了 对 但是这种一般到16分钟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被对面翻盘 因为那个时间点 双方到了一个大后期的神装 全员都有复活甲 那种情况下 周瑜跟裴吉虎的伤害是不够的 很乏力 对 这个问题就给到AXIO 碰到对面是这两个英雄的话 他们在之后的英雄时考虑 可以更拿那一些有空的大坦克 因为他们的输出核心现在已经出来 就是打野和那可鲁鲁的 是 那看一下AXIO在二班搬掉了八戒跟盾山 在三楼选到了一个西施 来康特一个周瑜 这前三楼AXIO出来 就是一个 也不是一个字 数学不好 它就是打一个单点的爆发 对 无论是西施跟老夫子 都是做到一个 我把你人从人群中拉出来 我直接激活秒杀你的一个功效 就是我开到你这个人 我那样路就去盯着他冲就好了 把他杀掉 杀完之后散开 形成一个简缘 就把对面打一个简缘 然后你拉出来 等下一波技能好了 或者说等西施再一波先走 那路大招好 再开一波 而且关键是我们刚刚看到AXIO 能拉到任何一个 如果纳可露露的发育成型情况下 应该都是秒了 对 但是我们看二班刚才 XQ是搬掉了盾山跟八戒 没有选择搬刘邦 所以说一会等到 我们看到BP的时候 这边Hero会不会去拿刘邦 我觉得拿呀 刘妈祖的 因为昨天那个反Counter的效果 是完全看得出来的 运用刘邦的一手大招 完全是覆盖掉 纳可露露的一顿爆发伤害 就纳可露露第一套砸来的时候 刘邦传大 加上一个护盾 然后纳可露铺的一条伤害 其实是刚刚破盾 就没有伤害了 然后你再看 他们的中端是谁 周瑜 你铺下来你总得着地吧 着地就得被火烧 对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XQ来说 也是一个问题 就纳可露露是选择 在正面这场打团呢 还是说去帮老夫子 在边路进行一个 抓在起节奏之后 再来正面打团 我觉得可以这样 前期呢 先把自己的一个 暗影战斧做出来之后 是 然后配合打老夫子那条路 然后先抓一点边 有一点的经济优势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 我们看到的野河体系 太多太多 后期上高男这个问题 怎么解决 对 上高男 就是裴金虎的野河体系 上高男 他会配给周瑜 在中后期进行一个推进 就这局我们看到的 Hero决定选的 周瑜加一个老虎 上高地的时候 周瑜瀑布往前压 裴金虎用被动点一下 慢慢耗高地 是 那后期上高男有一个 有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你辅助 直接拿那种有大型AOE 控制的 开团吗 比如说苏烈 苏烈 挺好的 就是属于用我的大招 逼退你 你如果要守的话 我就直接开你 闪开你 把你退了之后 我趁机点塔 点完塔我就跑了 对就是这样 你觉得怎么样呢 这样其实也是可以的 还不错啊 苏烈江大可路常见 最早的这种是张飞 那时候苏烈 还没有放在府周 那时候最早张飞有 张飞是有大招 带着队 那时候也是野河体系嘛 张飞有大 带着自己的四个英雄 然后去逼高地 大刀直接喷 把你喷队之后 所有人点塔 就是很多队伍会这样 所有人点塔 然后如果死人了不管 四个人都上去用 你叫赤手空拳 去捶那个高地 因为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你的高地 野河体系难上高地 我们都知道 对 所以他的目的达到了 死一个两个人都无所谓 只要不被团面反应波 都无所谓 而且我们也刚看到 不仅仅其实 那可路这个赛季呢 虽然上场少 那他上场的胜率还不错 将近是有65左右 这也是为什么 因为现在那可路 基本上是一个 克制关系上场 他是属于上场 一般是要么打野河 要么去针对到 对面的脆皮药或者是 应该不是药不怕那可路 马超 就是打马超 对 最近比赛 这一周比赛吧 因为最近 这一周第六周比赛 我们看到 那可路的上场 基本80% 对面都有马超 你看啊 没有拿苏烈这一种 是补了一手太义真人 补一个太义真人 控制 或者说是帮他的野河加钱 起节奏 然后另外一个编路就是 这是其实前期有伤害的 但是腿稍微短一点的狂铁 那么就是来 这一局XQ 就是抱着中 我看一下 这里是老夫子那可路 先打老夫子那条路 然后中后集团战看西施定 嗯 他们的这个阵容 应该是老夫子 这一局的任务是负责代谢 对 然后去找马超单条 是 那个路找机会 而狂蝶在正面去吃一个伤害 还有一个前期强势 那么看到黑鹿酒精的最后辅助位置 那是不到一手刘邦 刘邦 九凡的辅助刘邦 配上边路的酒库玩到的一个下猴蹲 这是我们说的一个点 黑鹿酒精在没有射手体系的时候 他们会拿一个边路的坦克给到酒库去使用 而不像XQ他们会给千诚拿战士 因为狂铁也是一个战士 他不是坦克 你觉得这一局XQ拿出太乙真人 是想要提速纳可路的发育吗 这是有可能 或者说也是为了开团 太乙真人在这一局的用处还比较不错 但如果XQ这局没拿下 其实是挺亏的 因为太乙真人没了 我们知道真相组合 包括太乙真人跟成吉思汗那个组合 还有他们浪费到了一个T级别的边路 老夫子 也不赚哪 你看他们是什么 马超 裴京虎 周瑜 也是强势嘛 都是强势英雄 这局强势打强势 野核打野核 看一下吧 这一局的前中期KERO酒精 在这个体系下他们会怎么处理 会怎么去选择入侵或者是压制 就是前期的一个速推 利用周瑜的技能 贺效 烧塔 利用周瑜的快速清线配合裴京虎 我是说了个什么 你应该说的老夫子 裴京虎的一个二级强势 他们其实是可以抓住 纳可路的二级弱势的这一个弱点 去打一些进攻的 入侵 对 入侵野区 那路前期弱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XQ在四五楼 是补了一个太直人家狂铁 也是可能为了手野区 手野区啊 看一下分路 因为如果那裴京虎制 只要入侵的话 应该是入侵蓝 正常四围应该是入侵蓝 跟夏沃敦去入侵 是的 是的 然后狂铁应该是会放到一个 蓝BUFF的这条路去 尽请守 看下 精神无敌线不服 救助区战 带上统一冰红茶全新 不服文字平 为战队加油打扣 守不守得住 入侵入侵的不了 看一下这一局的发挥了 蓝色帮也有酒精 红色帮HERO 红色帮XQ 没事 不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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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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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他们来了 他们进去了 进蓝 反蓝吧 你看他那个路直接是 过来就不过来了 直接打自家小野 前期把止损做到最大 就 尽可能的避免自己也去被 对面HERO这边入侵的过多 是直接选择了两个小狼开 而且下路冰城他这一局 太乙真人是先帮助黄铁这一路 保护这个河蝎 看一下待会儿太乙真人跟谁 那这个河蝎是被九年的马超 二级能直接抢下了 太乙真人这里拿到阵容的强势点 拿了一个三的Buff开 是的 想开 看到这边绑图被开了 刘邦直接悬晕跟道 但是九尾一技能是直接把 九尾一盘盘就拉走了 老夫子一扛三 开了个二技能 怎么掉血啊 老夫子前期的二技能 别动 格挡伤害吃到第一套之后 因为前期CD比较久 所以说他可以吃伤害 前程这个位置 偷一点 嗯 不过前期夏侯敦这个血线 还是比较难压的 来 这帮过墙炸一下 夏侯敦跟狂铁两个边路 其实挺难发生人头的碰撞 对对对 你看 夏侯敦 打一套狂铁 狂铁打一套夏侯敦 都是只掉一钩 对 但是1v1solo的情况是这样 如果有人帮就不一样了 对 有人帮不一样 对 这里有酒精四人先占据这条暴君坑的视野 赏视野 球里面看到人拉一套 但是伤害前期装备没有成型是不够的 而且大可路因为前期少一个蓝buff 他现在倒四步更慢 对 刚刚倒四步还吃了冰线 刚刚才倒 对 而且他这一步冰线就是一种狂铁直播到不了四 那 XQ只能放这条暴君了 暴君放完 如果想入侵蓝怎么守 诶 上路 上面这边九年是 牙踢出了老夫子的一个闪现 但是蓝buff这边才是真正发生重要事情 这个蓝 哎 绑兔这边是被 九凡的刘邦配合九语的这个周渔收掉人头 哎 迷你算天谈立方算天碰撞正面杠 还要留 肥金虎跳过去之后 是后续是走了 伤害不够 但是这个蓝呢 呃 是被这边九尾守住了 守住了 但是绑兔的一个纳赫露露死了 前期对他的发育来说 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没有给到一个关键的人 对 他没有蓝 他的一个牵眼的效率就会慢 他刷野苏俊曼包括他的CD 其实他刷完两片野剧之后 他就要选择回城了 他没法再去对线上进行杠杠 这个是绑兔这一局比赛 片面比较很大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追经济 对 追经济 包括他的一个边路支援 或者杠杠的能力 而且我觉得 刚刚虽然Hill说反蓝啊 最终没有带蓝走 但是他们是制造你的时间的 也就是说过了90秒 Hill如果再能够抢到中线的情况 还是能够进来尝试扣 就是以蓝为目的 去对你的蓝buff去进行骚扰 或者说抱传 我只需要打起来 或者不给你的 看到九尾的话 其实闪现想看人没开到 闪现想定没有定住 这只跟貂蝉一样 我进蓝区只要不给你貂蝉 这局就是纳克鲁鲁 只要不给你纳克鲁鲁 我就转 对 延缓你的发育 延缓你的一个刷野速率 因为纳克鲁鲁发育不佳 就代表着 其实他如果想要打边 速度也会更慢 这也就是给Hill这边的双边 马超加上 后面一个夏侯敦 更多的发育时间 对 等马超发育起来 配合到刘邦 就纳克鲁鲁一套打不死的时候 就非常难受 看到夏洛 火扑进去 是四个人想压制 长手线 看到这边 硬到了一个夏侯敦 还有一个人再一下 夏侯敦交出自己的闪现 所以绑兔 是先被刘邦晕眩了一波 血量不是特别健康 身上也没有蓝buff 对 黑肉绩敦选的控蓝 而且这边九年的马超 是先赶过蓝 那蓝buff被黑肉绩敦控下 这个蓝给到守军 是 直接秒掉了 对 没给周瑜 这种一般啊 在赛场上面 对面蓝就是控野区的时候 谁有成绩谁拿 因为你拿到之后 家里自家不是有蓝buff吗 你可以给自己的中路 如果让的话 会存在这种可能性 你不交成绩 大概都是50%的概率 有可能会被对面躲回去 对 对 那这一局 我觉得黑肉就是在一个 稳定扣蓝这一方面呢 执行力就比较高了 对 就是一个运营战队嘛 对 持续围绕蓝为目的 再滚 大概两个蓝buff的时间 当经济差来到 2000或3000的时候 黑肉绩竟可以选择 直接开团了 是 包括那个时间点 马超的一个强势器也到了 那九年这边的马超 而且这局带的是个进化 嗯 他可以直接去找一个 周瓊这边的吸食 直接去切入 而这一局能看到 黑肉绩竟所有的一个支援路线 包括九军 他这个培行虎是一直在下路 对 就是打狂铁这条路 也不是说打狂铁这条路吧 就是帮着 带着 跟着夏呼敦去压 因为在蓝区 对 野和体系一坦一战 最好的打法就是你的坦 这个暴打路 能放在你控buff这个路 因为我们看到黑肉绩竟这局 控的是一个蓝区蓝buff 而且刚好是围绕着夏呼敦的 这是最好的一个节奏 而且主要是可以去经济 因为坦克嘛 我们知道四号位经济 他其实不是很需要经济的 他不怕被分摊 对 给到一个培晶虎 让他快速发跃 更快的 增加培晶虎的一个作战能力 对 就是一坦一站 站边让他自己去solo发跃 然后坦边配合打野打节奏 顺便这一波是在一个蓝区 靠近蓝区 然后又进了又进了 90秒过得很快 是要反这个蓝 但是XQ不想给 这么轻易的给你 想开 踩针炸一下没控到人 没想过 是千层直接交出自己的闪现 交换了一波技能 但这个蓝守住了 蓝守住了 TQ为了这个暴军 把蓝是放掉了 你觉得这个决策赚吗 其实还好 因为时间是记住的呀 看到夏呼敦大招进去 兵线是直接被清掉了 就不愧是交出自己的闪现 就目前啊 对于HERO来说 是一个场上的优势局 所以这个暴军 就是先控暴军的情况下 这个蓝呢我也开着 我知道时间了 我等到下一波蓝 我再过来 其实也是可以的 完了 这边九年走不掉了 刚好拿个露露 刚好在拿到自己蓝BUFF之后 开始第一波搞实赛 上路并且成功了 就之后场内上的角色 可能都是蝴蝶效应 看一下这波HERO什么角色 哎 绑图二姐们躲过去了 这边刘卷的中产线 再控一下 九凡的刘邦直接是被击杀掉了 而且这里还可以拨一个上路外塔 哇 那这样的话截图有点伤 首先是 纳克路兰是自己拿到的情况下 还在上路成功干个成功一波 而且上路一塔也是被推掉了 这意味着九年等一下的发育空间会比较少 因为这一局九年它带的是一个进化 并没有其他一手成绩 而且帮助老夫子把这里 上路的优势打出来的话 之后老夫子带线也会比较舒服 对 老夫子前中期虽然打不过这边的马潮 但是等到老夫子的一个末世 加上虽星锤成型的时候 他就可以追着一个 这边九年的一个马潮 一位一了 我还是觉得XU刚刚这个 把蓝夺回来挺关键 你看现在HERO断点了 因为上路的外塔 包括马潮这边被抓了一波 这个蓝纳克路一个人拿 控不住了 嗯 控不住了 而且你看到地图上面 HERO主经也是没有想去主动控这个蓝 而是选择稳一波节奏 在刚刚出事的情况下 对对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理智的处理方法吧 先稳一波节奏 先稳一波节奏 稳一下 下面的话这边 就想压制太阵先一炸 看到拉到一个刘邦 刘邦这个位置 被太阵再控一下走不掉 直接是被九尾拿到人头 下路虽然不占优势 你看马超来到下路 中路停接着周瑜 周瑜还是有亲线优势的 所以能烧一下 试一下 压制一下 那我觉得从刚刚那一波 蓝buff节奏断了之后 你现在XU反复了 要反入清 今天披入九尽的蓝buff 反正这边冰神的太阵真是 没交出自己大刀 真是被周瑜一套爆发带走了 不过我觉得还挺赚的 因为他们XU这一波 它是记住了HERO的蓝buff时间 对 九酷这边的一个下路 就被拉到打了一套 如果控到了这边HERO的蓝buff 那么XQ它自家的蓝buff 就可以给到这边九尾的吸尸 完全不一样 这样吸尸的一个CT到达满的时候 它的二技能CT非常快 上面想留 交出HERO的蓝buff 两个闪现要留千层的一个狂铁 狂铁这个位置走不掉了 对 狂铁刚刚已经是交了闪现 这个位置遇到四个人的追击 走不掉 持续力很强 你看到为了想留这一个狂铁 HERO的一个流帮 交出闪现控一下 包下后蹲一闪 拍二段 很果断 但是同样在上路看到对方四人的情况下 XQ这边绑兔止损也做得很快 把最后这一条普通暴君拿在合理 是的 好像是绑兔没有给九尾这个弹buff 是选择自己拿了 因为不好进 而且被压得有点惨 真的要追经济 才5700呢 可路现在 是 下面感觉想闪捆啊 这个位置 看到 马超锦标枪在往前追击 后面有人 你们现在场面上又是 等于说 又断了一波节奏 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五开的局面 看哪边先动手了 这里 下面先动手 九年走不掉 直接被击杀 看九军变成虎往后跳 是的 刘邦刚刚大家都没有能够落地 是 那在杀雕人情况下 开天暴君刚刚刷新 XQ可以选择开天暴君 节奏转换的有点快啊 现在场面上 就纳路的蓝你再限制不了 他在中期的发力 都在16分钟之前 还没有双方没有到互相到神装之前 纳路一套爆发是 但是绑出又下去把天暴君收掉了 问题不大 上路又绑住一个九帆 九帆那边刘邦很脆啊 毕竟是个辅助刘邦身板非常的脆 而且他刚刚已经使用过大招了 没有办法传走 身上带的是闪 而且有个问题你知道吗 以前有玩家讨论 老布子捆到刘邦 刘邦传送的时候 能不能走 可以走吗 我当时试过走不掉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九年的马超也是被打到一丝血 哎 看到彭吉虎赶过来 但是不敢动杀心 因为队友的位置 一个CV毕竟是周瑜 他没法瞬间给伤害 那么马上你看 11分钟 随着时间慢慢再往后延啊 第六九进 马上会碰到 我们刚刚所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伤害不够 堆不死 而且中路一塔 到了11分钟便没有推掉 西施打周瑜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周瑜不是想放火烧塔吗 当你往前走的时候 其实西施一性能如果定到你 把你拉到塔下 你就进入到塔的防御范围内 对 所以我们之前看到赛场上面 也是有这样的操作出来 也是球尾操作出来 对面有西施 直接是拉过来 配合防御塔进行一个击杀 也是有的 抗塔嘛 塔是自己身后最后的一个 可以补伤害的一个点 对 把塔当成工具人 对 看到正面冰城想过来开事业 直接被打到半选 刚才现在一个个人经济排行 九军九语 裴行虎双C 这边也有双C 这里还是不错 是双C的经济非常高 但是前排 我们看前排伤害 这边九库的夏郭敦 其实经济是非常低的 不够肉了 就可能甚至吃不到一套就要消失了 太脆了 这就意味着等一下 而且刚刚我们看到 第三名就是纳克独 所以其实绑兔这个位置也合 包括其他所有队员给他让经济 然后现在绑兔他的经济 完全追上来了 对 而且做到了破军 刚才你是谈了一下 做到了自己的破军 这一局 现在先是首先看AX的压定节奏 而且如果实在要打起团来 一定要看刘邦的大招传的 提不提示 刘邦你如果第一时间没传 伤害已经打出来了 那可能你传下来的时候 就是买一送一了 如果你传得够早 看到那个路的时候 刚好传到了这边马超的身上 并且利用自己的一技能 给到一个马超护盾的话 那个路一套下来 没有把这边马超的血型压制的话 是可以反打的 XU这一局 现在的角色 他们要打团要赢的话 是要开得更果断一些 非常靠老夫子 首先老夫子的位置 如果能够看住马超 那么XU后排的一个输出 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唯一的切入点 是被堪死的嘛 9年这一局 马超确实很难受 马超这个英雄 这个赛季9年玩的胜率最高 也是玩的最多的 是啊 他的马超其实 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那个安琪拉 嗯 在安琪拉的大招里面 来回穿梭 这一局的话 也是被克制到了 克制到了 在刚好那路有蓝拔胡子 第一波干客中 是被老胡子捆到 即杀掉了 你觉得现在HERO 是不是应该是选择抱团 可能找一波机会 刚一波呢 对 所以你看到 这边夏侯敦吃到伤害 流氓直接传大招 再看狂点的位置 吃到四个人激活 千诚再来一个一只能 伤害进去了 千诚招出自己的闪架 往后拉走 此刻9年绕后了 但是这个位置 不能进去贸然的一个突进 是9年绕后 这边是隔断了XQ的输出 导致千诚脉在里面 被HERO9进 四个人激活秒杀 那这一波 HERO等于是 站住了所有位置 一个在后面包后 一个在前面扛着 然后打了一波0万1 还不错 拖延了一下XQ的阵 进攻节奏 而且这样的话 这一波主宰先锋 SQ在死人的情况下 是没法去压高地的 或者说 没法把中路二塔也拔掉 因为中路一塔还没掉 如果刚才在那一波 转现成功的情况下 SQ是可以选择回中路 把中路一塔拔掉 中路一塔一掉 可以快速地把精力拉开 因为我们看到 现在比赛时间 已经来到了14分钟 SQ其实跟HERO9G的 经济差只有2000 而且这是有太乙真人的情况 太乙真人 有太乙真人在14分钟 领先3000经济 其实是靠太乙真人 一个人加起来的 就是他是有一个 一个值 你要把太乙真人扣除掉 其实如果没有太乙真人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持平状态 经济持平 那就说明SQ 其实在中期 纳赫路路得到一定发育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 过多地打开节奏 或者你可以说 是HERO9G处理的话 把野区收光了 不给你入侵我 或者反我野区的机会 而且中路放一个周瑜 再怎么说 虽然后期猪速不太够吧 清剑还是快 中路外塔 这个血量实时没有被AQ破掉 对 这是一个好消息 其实我觉得 中路的一个外 上面 哎呦 想捆 捆到了 走不掉 九库这边被伤害 打死了5个人 就中路一塔一掉 其实是为什么说中路是最重要的点 中路一塔一掉 你的最直接的问题是 你蓝buff那边的视野没有 还有你三株没有 就是对面是可以利用这个 快速拉开经济优势的 对 这也是为什么中路一塔 对于现在所有队伍来说 应该是重要级最高的 优先级最高的一个点 因为这个草 就是你中路一塔 还在的时候你可以抢 但如果你中路一塔不散 那你这个草的视野 就会被对面抢到 而且现在HERO 为什么会刚刚会面临到一个 九年马超被一个单抓的情况 也是在于现在他们 有反靠刘邦去看视野 视野能力太差 是 前程这个位置 被打残了之后 看到绑兔那个路扑下来 直接杀掉了九年的马超 正面太真留住两个人 过去没有伤害根 没有伤害 不过这个点啊 又是九年马超再次遭到一个 我觉得老婆不可以闪捆啊 就开C位 等那个路配合一套 哎呦 闪现要CD的呀 刚刚闪现用过了 用过了 那现在其实就捆键盘 再等一分钟 如果没有闪捆就捆键盘 这里AQ 升级黑金 要上高地了 是 刘邦反向朝 这边绑兔直接被打到残血 往后拉扯刘邦传大 是 看到这边进去了 进去 老婆子 就是环境卡三个人 还在吃伤害 一直在普攻那个路 再跟一套 实际上的话 这边九军也是死掉了 团面 复活时间就是一个马超六秒钟 来不及清不了这一波兵线 猝不及防 让我们恭喜 XQ 3比0 战胜的Hero究竟 那这波我们刚刚说了 他们今天取胜呢 是追平了东部 ETGM的一个六积分 依旧是在一个东部 第四的位置 但是这一场别 这三局比赛 看到的是XQ 在这一整个赛期 越来越稳健的发挥 而且是 XQ现在迎来了他们的 是一个四连胜 XQ今天表现固然好 但是有一点 一个非常 我觉得现在还挺担心的问题 是Hero究竟的状态 Hero究竟的状态 Hero究竟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新版本也是个契机 也可以帮他们调整一下状态 宝铺好可爱 被耳机先半了一下 你知道吗 没这样闻 确实今天打得非常漂亮 3比0说说在赛前 我解说之前并没有想到 我觉得两队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招战 我们讲的是 可能今天的比赛大家会打得很焦准 但是没想到 对XQ3比0快速轻松拿下了 再次恭喜 XQ四连胜 记得要上去签名啊 不一样不一样 我们今天他们属于在抓机会吧 在第三局里面 尤其第三局 前期是Hero久境的一个压制阵容 而且是控到了最核心 XQ最核心的 纳克鲁鲁蓝buff的情况下 一波找到了 就是网兔找到一波机会 直接是把蓝buff拿掉的时候 顺带着去上路刷野的时候 逮到了九年的马超 而且还成功了 我觉得这就是今天 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机点吧 Hero久境如果回去 复盘这一局的比赛 可能就是在于 刚刚的暴君和蓝buff的一个取舍 如果当时更多的人 直接去扣那个蓝 可能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 都会不一样 其实在那个时间点 打蓝真的 不是很浪费时间 就每个人交个技能 你可以说直接一点 每个人交个技能 就大概三秒钟打完了 你不掉血 因为XQ那个时间点 是落后经济的 他肯定不愿意 跟Hero最强势去硬碰硬 反掉蓝再开暴君 其实也是来得及的 就是等于 场上你最怕的 第一是你优势局被断节奏 如果被敌方断了节奏 这个不说 但是自己断自己节奏 这是非常影响 整个运营思路的 所以我觉得之后 还是我们昨天所讲到的问题 做一件事情做到底 对 拿完蓝抽再回去 收那个暴君也可以 对吧 看到经济曲线图 从Kero跟XQ中间 那个轴变得直 就是因为那个蓝Buff拿完之后 绑绑在 纳克鲁鲁在上路 成功抓了一波马超 打形成的一个反差 嗯 天琪也能够忍住 这不容易啊 纳克鲁鲁这样子的 一个逆风局 然后稳住了心态 守住了蓝Buff 然后马上是转老夫子 就是这一波 就是这一波 那一波之后 天琪已经没有后续的控拦了 而纳克鲁鲁的发育 也是从那一波开始 发育到后面 所以也是说 纳克鲁鲁打马超是能打 而且有些时候 就这一局看到的是 配合上刘邦的保护 也不一定能够扛得住 是 下面就会压进去之后 你看 其实第一时间绑出被打残了 对 那你看后面的伤害 老夫子这个斜点点 在里面冲突敲到尾 直接越塔进去 绑住 我第一时间看 狂铁跟老夫子 两个前排 先是一个把它点掉了 一个在里面扛 扛到最后两个 基本上是两个人 一直在吃伤害 对 而且我们可以不忽略的点是 虽然说绑兔这个点被打残了 但是球尾的西施是一直在输出的 对 你看到本局 壮气大壮气和卒凯 我们揭晓本局的NDP 给到的是XQ 绑兔 纳克鲁鲁 现在应该是六胜六负了 六胜六胜 六胜六胜 你这首奶的 怎么敢说这种话 百分百胜率 手术自己百分百的胜率 上海就大部分看了 其实最关键的是 属于他在这一局 在成功拿到自己蓝buff的同时 在发育的路线上面 包括上路的一波gank 开始自己的一个发育 我说实话 这个版本守住百分之百胜率 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绝活嘛 那可露露百分之百更难 是 这是一个现在优先期 没有那么高的英雄啊 是的 所以再次恭喜绑部 守住了自己百分之百的胜率 我觉得XQ野河 确实打得不错 能趋能升 好那再次恭喜XQ3比0 拿下比赛 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采访席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